大家好,我是小琪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金银花 好多花友都在养说 金银花不适合盆栽 因为它在盆里栽以后枝条长得太旺了 然后枝条瘦弱 长得也整个形体也不好看 然后开花开的也少 其实你养护得当的 它长得照样非常的好 我这一盆春天的时候开的是红色花的 当时是一个小枝条 然后买了一个小苗子 但是逐渐的已经长得非常好了 枝干也比较粗壮了 现在的状态你看 也是枝繁叶茂的 但是养它的时候千万别缺少水分 它在地上水分充足 你不浇水它能够根系 向着有水的地方去伸张 再到盆里去 如果你缺水一次两次三次 接着叶片都会大部分的老叶片全部干枯掉 所以说一定要给它浇水跟上 再一个就是补充肥料了 怎么去给它补充肥料呢 它开花的时候 您可以适当的给它补充点零甲肥料 促进它开花 但是它现在是长枝条的阶段 我们要让它枝繁叶茂 侧芽多 到了第二年开花才会开得多 肥料盆土的表面 各项元素都不缺失 直接给它撒上多元素的缓湿肥料 一个盆给它撒个三四十粒 这样就足够了 不要太少了 然后三个月给它撒一次 让它快速的去长枝条 各项元素都不缺失 再去给它浇灌水溶性的肥料 如果你手头有氮肥的话 可以给它补充淡原子的肥料 可以直接给它用塑效的氮肥 但是不要用的太频繁 可以去一个月给它两次左右 然后这样就足够的养肥供应了 各项元素都不缺失的前提下 要去给它用花多多的十号 花多多的十号是什么呢 是一种以氮元素为主的肥料 它氮含量高 其他的元素也含有 这样得到的氮元素多 新枝新叶长得多 还不会缺少其他的元素 枝干能够快速的变老化 一个月给它两到三次 这样去补充着 它的枝条会快速的长 如果说您的枝株叶片长得不好 新芽长得少的话 就去给它用苏小的断肥 去补充上两三次 就能够快速的长芽 之后再去按照这种刷牙养护就行了 给它见充足的光照 再一个就是修剪要跟上了 如果栽到地上 随便让它长枝条 随便让它到处爬 到时候该开花开花 但是栽到盆里去 我们要控制一个矮小的猪行 让它不间断地开花的话 让它一次就开爆盆的话 必须要修剪跟上 我给大家说一下 怎么去给它修剪 金银花开花是从老化的之前上长新芽 新芽上长花包开花 你要记住这一个特性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让它 有熟悟的特芽 新的芽子盆栽的话 长出来保留两节叶片 直接给它剪掉顶芽就行了 就是不断地修剪 不断打顶 只要再生长 到了秋季以后 它的枝条全部都变老化了以后 我们到了春季第二年的时候 开花必然会开爆盆 必然会一直开花 这就是修剪的方法 非常的简单 这样一直不间断修剪 不间断打顶的话 它的枝条就会出来 足够的特芽 到时候开花了 一次就能够开花花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如果想看更多演化视频 麻烦关注一下小琪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小琪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韭菜吧 一直没给大家说过这东西 在盆里摘韭菜可以吗 可以的 当然不如在地上摘的长得要好 因为在盆土是有限的 工上一年半年的时间 养分没有了 韭菜长不好 甚至会直接死掉 一般我们从晚上买到的韭菜 然后摘到盆里以后 搁上两茬 接着就不行了 因为就是养分缺失了 我在这里说 我们去摘种韭菜 用这么大的盆的话 一般情况下可以一直摘种 摘种的方法就是 我们摘的时候 直接用蔬头透气 有营养的土 小琪直接用营养土摘种的 摘种上以后呢 要底部给它添加点羊分 或者是牛分之类的 它是多元素的肥料 均衡的补充 然后底部和羊分是在最底部 然后隔着最少三五公分的土 摘种韭菜的时候 只要把根埋起来就行了 不要把它的根部以上埋起来 这样根在下面 底下是土 然后是羊分 根往羊分的长 逐渐的吸收羊分 盆土里的羊分 足够坚持割两茶韭菜的 然后羊分能够再供给它 去割半年 这样一年以后 我们它也能够 不断地分生出好多小苗来 到了第二年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再去 直接给它换一个大的盆 或者是分成两盆 这样能够一直有韭菜吃 就这么简单 韭菜待种上以后要记住 千万千万千万别缺少水分 我们不是有句俗语吗 汗不死的葱 烙不死的韭菜 就是这个意思 韭菜在水里 就是盆土稍微 土表有点干了 直接给它浇上水 不要让它打粘 打粘必然会伤根 这是一个必然的 一定要记住 别缺少水分 如果说我们自己种的话 尽可能去减少食肥的次数 最好不要去给它用肥料 如果说你确实想给它用肥料呢 你就给它用点营养液吧 比如说这种贵点的营养液 可以说一个月或者是一个半月用一次 建议大家不要去营养液 直接去用羊分 或者是用有营养的土 比如说腐烟土之类的都是可以的 这些天然的有机的东西 种有机的蔬菜 然后自己吃 自己包饺子 炒鸡蛋都是可以的 今天就是给大家说一下 栽种上以后一定要做好体肥 一定要用好的土壤 再一个就是别缺少水分 可以给它建光照 也可以不给它建光照 不给它建光照 找一个箱子给它盖起来 然后就是韭菜黄 然后给它建光的就是绿色的 根据你自己喜欢就行了 有点啰嗦 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想看更多的养花视频 种菜的视频 麻烦关注一下小齐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小齐 今天给大家看一下 这两盆青红柿 大家应该知道 当时这一盆栽的一个大的 这一盆栽的一个小的 两颗都栽上了 然后这一盆是矮生的 这一盆是高的 是黄颜色的 这一盆是红色的 都已经结果了 非常的好 而且果子结出来也非常甜 这种东西吧 如果说想养的话 让它长得好的话 怎么去给它试肥 就是不知道 如果说您有手头 有甲原色的肥料 可以给它用点 能够增甜 但是化学的肥料 如果你想种这种东西的话 可以自己在家里 收集骨头 然后骨头 或者是鱼鳞之类的 放到桶里去发酵 发酵好了以后 这个液体可以胶塌 能够增甜 能够增加养分 再一个 我们可以用啥呢 可以给它用这种养分 发酵好的养分 直接取出来 然后给它撒到桶头表面 这样它的养分 就能够持久的供应 或者是您直接 放过坑 然后给它埋到四周 只要发酵好了 它就不烧根 只要发酵好了 养分接着就能够 渗透到桶头里边去 既能够调节土壤 能够补充分 而且是完全的 有机肥料 对家里吃水果 盆栽 水果树 是非常好的 特别是像这种 西红柿啦 黄瓜 这样养分持久的供应着 这样才能够 让它长得好 结果多 叶子不黄 不出状态 你看这两个 就是明显的例子 如果说您是 待到一个大盆里 种黄瓜之类的 不要去光用养分之类的 养分是不足的 您大盆用的土不好的话 可以加点这种 有机肥料 这种是有机菌肥 能够调节土壤 能够调节食物的根系 这种盆栽的水果 这种西红柿之类的 如果根系 长得不好了以后 叶片会发黄 出现这种情况 即时的 经常性的 一个月给它用一次 这种有机菌肥的话 就能够调节它的土壤 然后让它快速的吸收 长得更好 种自己种在家里 种水果 种蔬菜也好 尽可能用有机的肥料 尽可能不用去化学的肥料 比如羊分之类的 这就是非常好的 这些东西 本身就是一剂的 接下来一段时间 然后长好了以后 我们采摘完了 然后再去种第二剂 并不说长多年 一颗长多年的东西 所以说 按照这种方法 视为就非常的好 浇水的原则 就是涂表干了 一时给它浇透水 放到通风好的地方去 给它建充足的光照 脱风好 为什么呢 因为它要开花以后 脱风好以后 它自己会通过丰收粉 也可以通过昆虫 也可以通过我们 好了 今天就是啰嗦一下西湖市 如果想看更多的养花视频 麻烦关注一下小齐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小齐 今天呢 带给大家介绍什么呢 还是介绍仙人球啊 仙人球的品种 是非常非常多的 同样的一个鼠的 里边有好多好多品种 有大花的 有小花的 今天介绍的这款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蓬莱公 它属于乳突鼠的 而且它开花是非常漂亮的 你看 是一个紫色的花 突出来的花 然后是从刺座的中间 它的生长点上长出来的 长出来以后 花逐渐的变大 是一个深紫的颜色的 带着一点肤色的感觉 非常的好看 它能够自画受粉 可以自己受粉 以后结种子 像这么大的 都是长了三年左右的时间了 你看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所以说养仙人球呢 养就养开花 勤的 养就养开花 好看的 不要去养那些 草球了 您在室内养 即使光照不充足 这个它照样能够开花 只要您肥水跟上就行了 养花 施肥 无论任何植物 都是必不可少的 就说了好多次了 就跟人吃饭一样 如果您不会吃肥呢 怎么弄呢 在它盆土表面 直接撒点缓式肥料 就能够持久的供应 没必要太多 一个盆 特别是像十厘米的盆 撒上十厘左右就行了 然后呢 这样持久的浇水 持久的供应 非常的简单 再给大家说一下 你想让它长得快 又要用氮元素为主的肥料 你想让它开花 特别是已经足够大了的球 您要去给它吃肥的话 要用什么肥料呢 就要去给它用到 磷酸二青甲 磷酸二青甲 它是一个醋花的肥料 磷甲 让它的花长得多 开得好 所以说一定要去 这样就给它使用 等它花期结束了 到了夏季炎热的时候 过去了 马上进入秋季的时候 它就会停止开花了 然后呢 它就会进入一个生长模式 再去补充淡颜色肥料 一定要区分好对待 但是能给它多见光照 不给它少见光照 再给大家说一下 怎么去给它受粉 因为这款鲜热球 能够磷花受粉 我们可以看到 它伸出来一个小爪子 这个小爪子 就是给它受粉的 下边黄色的 就是熊椎 它带着花粉 用受粉笔一蘸 就能够蘸上 然后呢 给它蘸到里边去就行了 这个花粉蘸上以后 就受粉成功了 然后呢 它的花就会时间短了 记住哈 它的爪子张开的时候 你可以受粉 它的这些白黄色的花粉 然后给它蘸上 就受粉成功了 到时候就会结出 一个一个的小辣椒 红色的 非常的漂亮 今天呢 就是给大家介绍 这款仙人球 如果想看更多的氧化视频 麻烦关注一下小琪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